台湾美食近年来是大举进军了美国市场 知名的圣玛丽连锁面包 预计明年要在南加州尔湾地区 开设第一家的北美分店 业者准备把拥有十几年烘焙经业的正殿师傅 送到美国来 如何取得合法工作机会呢 这一集的双法力先锋为您深入来分析 各式各样的松软面包 这就是台湾的老字号烘焙品牌圣玛丽 以985年创立至今 以日式服务和创新口味打出一片天 如今生意越做越大 全台据点已经达到21家 现在更宣布要在2015年进军美国 而且业者坚信一定要用自家的台湾师傅 因为台湾圣玛丽已经有28年的历史 那在28年内 其实我们已经也培养住很多不同的 很有才能 很有经验的师傅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把这些 这些从台湾很有经验的师傅带来美国 业者表示 面包师傅是圣玛丽的灵魂人物 创新口感 面包质量全靠他们把关 所以不管如何也要聘请律师 用工作移民L1的方式 把师傅带来美国 圣玛丽的背景正好符合替员工申请L1的条件 业者还表示烘培业不是制造业 高质量的产品要依赖老师傅用经验拿捏 因此开辟新市场非台湾的老战友不可 不是一个formula 然后进去面包就是这样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这次师傅来 就是因为他有这些经验知道说 如果天气冷的话 那我是不是想我们都加多一点 我现在是要怎么样达到这个圣玛丽要求的品质 圣玛丽面包上撒满黑芝麻 圣玛丽面包成功抓住台湾人的胃 老师傅来美国除了要开疆辟土 还有另一项任务 就是传承手艺培养土地 当然一定要是从有一些老师 一些老师傅来开始教起 然后来培养我们这些美国local的面包师傅 这些任务都需要老师傅们 长期居留美国才能执行 还好L1的移民方式都能满足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工作人员 你会有约3个月的约束约 在美国的约束约 如果你是一个管理人员 或是一个总裁的约束约 你会有约束约束约 其实除了圣玛丽的员工以外 还有更多各国人才也想到美国工作 工作移民的选项也有更多 EV1是人员的超约束约 所以即使你有职业 heb2是人员的超约束约束约 这部分就有了PoF offer EV1要同时 要是有成组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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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那儿需要再放一百包括 BoF时间 EV3或是BoFoin 大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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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是以爲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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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ено 在台北市的泽康街 跟一些小點心 讓美國人跟全世界知道說 台灣的麵包到底是什麼 也讓這些師傅有一個舞台 可以表現他們自己 業者表示雖然食品業競爭激烈 但與其花錢在裝潢或行銷上下足功夫 還不如把台灣師傅送到美國的最前線 因為只有顧客吃得到的才是最實在的 東森新聞馬力廷 英侯文 洛杉磯採訪報導 東森新聞和立峰事務所合作 推出的專題報導雙法力先鋒 下一集將介紹投資移民盡情所提到